有什么样的心境,就有什么样的人生,王阳明曾言,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心境,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根本,皇帝内经,也说,心为君主之官,人本身就有绝对控制事件的能力,但世人绝大多数都控制不好心神,万法为心,万道为心,人生多起伏,有人一帆风顺,有人一蹶不振,真正厉害的人,顺势勤勉,逆势坚韧,从不会被外境所扰, 他们深知,唯有以心致敬,才会成为人生的大赢家,大家好,欢迎收看知识文化,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是,从心而活 国学典藏,传承不忘,知识文化带你品味,国学经典,欢迎订阅,心态正,古文,大学篇讲,修身的关键在于正心 作家刘庸,讲过这么一件事,他的一个同学跟他抱怨自己,公司领导安排的活多,开的工资少,还整天挨领导的批评,这个公司简直没法再继续待下去,他满是抱怨,听上去好像全世界都欠他的,他冤屈心里也别去 刘庸听罢,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反而故意跟他同学说,这么坏的领导,你辞职也罢,不过你怎么能白干这么久呢,你要多学一点东西再跳槽 这样才不亏,同学心想,刘庸说得有道理 于是,他暂时把辞职的事放在了一边,自己调整心态,把心沉下来,他的焦点不再放在老板身上,而是把焦点放在工作提升和自我成长上 分内的工作,干完还抢着干其他的活,除此之外,他还留心英文商业文书写法,甚至连怎么修复印机都留心学习 他想着,要是自己有一天创业了,多一项技能在身,就多一份谋生的本事,而且很多技能学在手,还能省一笔维修费 隔了半年,刘庸问同学跳槽了吗,结果 同学笑着对他说,我现在升职加薪了,领导对我刮目相看,我干得开心,不跳槽了 相信很多人跟这位同学一样,没少吐槽领导,没少抱怨社会,体验的全是世界的阴暗面 殊不知,归根结底是自己心态的问题,心态没摆正 大学中有言,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奋制,则不得其正 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 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时而不知其味 如果赚钱太难,就先从摆正心态做起吧 一个人只有真正的摆正心态,看他人看世界才会忠正,不偏不倚 才可能看到他人的长处,看到世界的美好 你变了,世界就跟着变了,所谓,观人先观己,正人先正己 正己先正心,正心正义,方能正行 成功者皆是秉正而立,是顺者皆是持善而行,把心摆正,命才会好,生活才会舒心 《岛上书店》中写道,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最艰难的那一年,将人生变得美好而辽阔 是啊,你拥有怎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一个面临逆境怨天尤人的人 挫败感只会越积越多,只有用积极的心态去迎接挑战 你才能战胜困境,达成你想要的目标,保持乐观心态,不惧险阻,迎难而上 这才是一个人真正成熟起来的标志 心气平,老人常说,心气太高,就会命比纸薄 尹文子,大道上中说,今世之人,行欲独闲,是欲独能,便欲出群,勇欲绝重 现在的人,处处想彰显自己的能耐,心气太高 看见别人有一点胜过自己的地方,心里就不舒服,怎么能不累呢 心念跟气是分不开的,心动气就动 气动心就动,心与气相依,性与命相接 中国人讲究中庸指导,高了也不好,低了也不行 心气太低,天天躺平,人生也失了色彩,人生最好的状态 应是心平气和,宠辱不惊,笑看风云 宋美龄来自富裕家庭,含着金勺子出生,后又嫁给奖 全是显赫,呼风唤雨,心气可谓是高的 然而,天地无私,命运是公平的 后来,失去权力后,她门庭冷落车马膝,膝下也无子女 宋美龄经历大风大雨,但她并没有心灰意冷,惶惶不可终日 而是把心态放平,宠辱不惊,处置泰然 空闲时,她画画,写字,看报,杂念尽除,神意安稳 更让人佩服的是,她在四十岁就患上了乳腺癌 却健康地活到了一百零六岁 一经氧气,心态平和,这也是她长寿的秘诀 当一个人心态平和时,身上会出现一种不一样的磁场,生物场 静和者氧气,氧气得其合 宋美龄是智慧的,人活着就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很多时候,人生并非要执着于某一个结果 而是学会在生命的体验中收获快乐 行育安,心要平,气要和,生活过的就是心情 人生活的就是心态 西晋时期,有一位著名文人王衍 以此,她委托族人替她做一件事 本来是一件小事,以为族人会帮她把事情妥善处理好 结果在她询问对方处理得怎么样时 族人回到还没有做好 王衍又随意问了一句,为何 本来是稀松平常的一句话 但是这位族人是个义努之人 当时就发了很大的脾气 甚至将手中的饭碗直接扣在王衍的脸上 换做谁,都会立刻生气 然而,王衍只是把饭碗拿下来 把脸洗干净,然后拉着自己的好友离开了 朋友为她抱不平,她却笑着说 我的眼光可是比牛背还要高 牛背是牛不听话,受到鞭打的地方 王衍的意思是说,自己在受到侮辱的时候 也能一笑而过 苏世有言,天下有大勇者 促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放任自己的情绪是灾难的开始 正所谓无称即无惑,心宽受自言 面对问题时的情绪控制能力 是一个人的魅力,更是一种格局 心欲少 很多时候,人之所以活得痛苦 不是因为得到太少,而是因为想要太多 孟子,有言,养心莫过于寡欲 寡言以养气,寡氏以养葱 寡德以养性,寡欲以养精 寡冻以养神,无所不寡,则无所不清 东晋城地贤河年间 将领苏郡很有野心,反叛了朝廷 吴郡太守与兵遭到追捕 苏郡下令重金悬赏 逃亡途中,他躲在船上 小船靠岸时,是最为凶险的时候 巡逻的士兵可能随时到船上搜查 结果就在靠岸时 小族用颅尾编程的粗席子 把雨冰盖住,就一个人去喝酒了 他醉酒回来,见叛军正在排查过 将船只,便挥舞着船脚 面对其自己的小船 大叫,哪里去找雨太守 他就在这条船里 说完,挖得吐了一地 躲在席子下面的雨冰大为惊慌 生怕叛军发现 但是叛军见船如此狭小 又只有一个醉酒的船夫 怎么可能运送重犯 就认为是他喝醉了说胡话 没有检查就走了 就这样,小族把雨冰送出了前塘江 后来,叛乱平息 雨冰要报答小族 说可以满足他的任何愿望 小族说 我出身于仆役 不愿意做官 从小就苦于为人福役 经常觉得不能畅快地喝酒 假如给我在余年中有足够的酒喝 我就满足了 再没有其他什么要求了 雨冰答应了他 不仅使他家里总有上百壶美酒 还为他盖了大房子 买了奴婢 一直供养他终身 世人都说 此族非为有志 且一达生 逃难时 他沉着冷静 化险为夷 后来面对高官厚禄的奖赏 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 和心中所想 不贪不交 虽然是一个连名字 都不为人知的小族 却有着不输于 任何名士的智慧和胸襟 陈道明饰演了 众多经典角色 人生可谓功成名就 有一次他的身边有人问 你为什么生活得很拘解 他回答道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你想花天酒地 你又想要功名利禄 可能吗 不可能 我要约束自己 不要什么事情你都能做 与其说他是个淡泊名利的人 不如说他是一个 能够领悟到人生高层次境界的人 做人的最高意境是节制 而不是释放 物质的释放 精神的释放都很容易 但难的是节制 大道质简 烦在人心 无畏的欲望 眼前的小力 都不是生命中必然的需求 不过是人心中的执着罢了 少欲 知足 放下贪念 才是养心之法 善身之道 一经中有言 富少者 多知所贵也 人生看透了 就是这样 凡事以少为贵 少才能得到更多 我个人非常喜欢漫画家 蔡志中的一句话 每块木头都可以成为一尊佛 只要去掉多余的部分 一代圣人王阳明说 心外无理 心外无事 心外无物 生命 就是一场修心的旅途 修心 是一种历练 一种成长 一种自我完善 人活一世 修心一生 心太正了 一路皆顺 心太平了 一生皆安 心欲少了 万念皆喜 国学典藏 传承不忘 知之文化 带你品味 国学经典 欢迎订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